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 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盘一盘吧 在近来的近期更新中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人物 他就是刘十六 他的出现呢也象征了文胜一脉的全部登场 今天呢小编要说的主题就与刘十六有关 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刘十六的真实身份 从这五点呢就能够推断种族或者成为最大的弱点 第一点呢是刘十六因为身份问题 不敢自认识文胜一脉 但从文胜一脉互独子的情况来看 无论如何入我们便是我弟子 所以刘十六不敢承认自己的弟子身份 应该是因为全书最大的种族问题 由此推断呢刘十六无疑是妖族 第二点呢是刘十六未跟陈平安相见 但是在看见暖树和米丽之后 说出了小师弟人不错的话 而能从暖树和米丽身上得平安出不错 就只有他们二人跟他一样都是妖 平安却能够如此对待 因此觉得陈平安是个不在乎种族之分的人 第三点则与张建明称有关 张建明为只驱龙蛇不驱闻 以龙蛇为识 而以龙蛇为识呢 就只有坤鹏与西方的加罗罗 因此刘十六极有可能是坤鹏 刘十六欲空动静极大 需要白夜为其遮掩 也能为此佐证 第四点是刘十六与白夜相识 白夜是无敌 白夜的原型呢 就是哲仙人李白 白云哥送刘十六归山 也确实是李白的作品 而与李白有关的山海一类 也就只有坤鹏了 第五点呢 则是刘十六所作的脱离妖族拜文胜为师 与坤鹏生于北海 落于南海 很是吻合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